哈喽,这里是CC的温哥华日记,今天来参观罗德故居博物馆,它是一栋维多利亚晚期住宅,建于1893年,是由著名设计师弗朗西斯·拉同博里设计,这种圆顶、凸窗、楼上门廊和楼下阳台的设计,属于经典的暗女女王复兴风格。 这位设计师更著名的作品是BC省运会大厦、皇后酒店和温哥华美术馆。能找到这样著名的设计师来设计自己的家,可见屋主也非同凡响,而这位设计师也有着充满戏剧性的一生,才华横溢,却因为中年出轨,被温哥华上流社会放逐,回到英国之后,却被情妇和马夫谋杀。 相比较而言,房屋主人一家要幸福得多,屋主古斯塔夫·罗德在一次万圣节派对上遇到妻子马蒂尔达,同为德国人的他们在美国、加拿大辗转不同城市,最终在1888年定居温哥华。 古斯塔夫在温哥华开设了这里第一家庄订厂,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,温哥华不断发展和繁荣,罗德先生的生意也是如此。 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也在逐渐壮大,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唯一遗憾的是家中有两个女儿命运多舛,大女儿安娜·亨利埃塔四岁时因为食用了有毒浆果而亡,1925年另外一个女儿28岁的安娜·凯瑟琳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当护士时被谋杀,但是家中的男孩们却都很幸运,他们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,也都安全返回。 如今这个家族的一些曾孙仍然在温哥华生活和工作,据悉也都发展得很好。 这个博物馆收藏了2700多件文物,包括家具、服装、书籍和家具用品,其中一些是属于罗德家族所有,亮点包括1775年制造的乔治三世长乡中, 1893年制造的丽氏士坦威钢琴,以及一些其他有趣的小物件,如实反映了上个世纪中产生活的原貌。 在万圣节期间来到这里,屋子里面的装饰着实让这座古老的房子更添一些神秘恐怖色彩。 不过这里平时除了导览服务之外,还提供古典和爵士音乐会等有趣的活动,如果有时间,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值得来打卡一下哦。